你自己其实在你的频道当中 分享很多的一些投资心得 还有一些策略 有什么一些最独特的投资思维 或者是理念 是你特别想要和现在的 这些近世代年轻人分享的呢 OK 那我可以分享一个 我认为我在投资的一个基础吧 就是报警处理 这四个字 首先就是报 报就是要挑好公司 就要一直报着 所以投资的第一步 永远是挑好公司 然后第二个字是紧 就是好价格才报得紧 所以第一步你选对了公司 第二步就要确保 你的价格是合理的 那么你才报得紧 第三个字就是处 就是要处理情绪 一定得了解才可以安心 所以第三步你要做的 就是处理好你的情绪 所以你要了解 你所投资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那么不管公司有任何 不好的消息也好 还是股价不知道为什么暴跌的好 你都可以处理好你的情绪 这样 然后因为在股市里啊 赚钱的人其实不是聪明人 是会管理情绪的人 因为如果赚钱的是聪明的人的话 那么就会在股市里 会更多人赚到钱了 对不对 所以第四个就是理 理就是要理智支配投资组合 就是你要管理你的投资组合 你要分散到几只股票 分散到什么板块 那么一只股要放多少资金等等 所以就这四步吧 你只需要把报警处理 这每一个字都做好的话 我相信在股市里 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所以其实这方法 我也是有在我的YouTube里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一下